小学六年级开始学习犯败 让本院法师因此种下了出家姻缘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找当家 生长在务农的家庭里 本院法师六七岁就开始到处打工 姻缘结会下接触到佛教的犯败 十五十五岁就出家 是因为犯败的关系 其实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 因为英哥地区的小孩 从小就可以去打工 师父幼稚园就去打工了 你们一定不相信 那没有什么 师父国小六年级 去打一种特别的工 在英哥第一公墓 第二公墓 第三公墓 做出火 挑砖块 挑石头 挑水 挖坑洞 做什么 买死人 师父从小做这种事 为什么 因为家里五个兄弟姐妹 父母亲就是工厂上班 也不认识字 收入有限 所以我们都去补贴家用 那我十五岁的时候 去英哥街上 逃死打工 一天一百五十块 师父去那种公墓 做这种苦工 一天三百五十块 难怪师父很发财 从小就知道要去赚钱 因为家里苦 所以如果你们有生到像师父这样的小孩 应该很开心 很发喜 那就是这样的因缘 在那个地方 因为 忙阿波 偶尔也是有会诵经的人 或者出家众 去那里跟人家诵经 我就遇到这样的人 刚好听到人家要开课 所以要教犯败 那个人就认识师父的爸爸 师父的爸爸就来跟我说 人家要教念经 你也去学 我那个时候我哪懂 才国小六年级 你叫我去学念经 要理光头 我也不肯 小学六年级开始学习犯败 背诵经咒 国中毕业后出家 慢慢对佛法有深入的认知 时方新闻记者 赖英荣台北采访报道